为行销推广大村在地葡萄产业 县政府将在大村火车站 整体规划葡萄产地入口异象 借由葡萄异象的设计 推广产业特色 扩大产地居民度 我们在大村火车站 设置葡萄的入口异象 有葡萄公宅 还有葡萄的花灯 以及葡萄各种不同的造型的意向 我们最重要就是要来发展 推动我们在地的大村葡萄产业 透过这样的一个入口意向 让我们大村的葡萄能够打开知名度 我想车站会跟民众的结合在一起 也会跟地方的产业结合在一起 这是非常好的 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县长跟委员 对我们大村站的照顾 那我想我们车站也会全力来配合 那我想在制作好了以后 我们也会利用我们台铁的管道 把它吸销出去 把这个讯息PO给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相关的网站上 我们会把它大村的一个漂亮跟特色的地方 我们也会再把它PO到我们台铁的网站 跟我们断站的网站 让所有喜欢铁道的搭乘火车的民众 都能够知道我们大村是有葡萄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吃 而且特别的造型特别的漂亮 欢迎大家来大村观光跟旅游跟采购 大村火车站入口意向设计 以活泼醒目的在地产物葡萄锦柱 强调整体美观以及耐久性的材质搭配 设计灯箱彩色地砖 被贴与葡萄公仔造型椅等令人赏心悦目的意向 并着重车站月台的意向设计 让乘坐火车的民众即使不下车 也可以感受最新鲜最甜美的大村葡萄 以行销推广在地葡萄产业 公益频道许维珍大村采访报导